大家好,我是梁文福,音乐剧《鱼记》的编剧和词曲作者 那其实我现在人呢,就在《鱼记》排练的现场 今天我们刚刚完成了第一次化妆、服装 然后音响齐备的一个初步的排练 大家看的都蛮感动的 我想说的是,今年我个人特别满意的是在音乐的衔接方面 我觉得我们有了上两次的经验呢 这是无论在配乐以及歌曲跟剧情的衔接方面 真正做到了一个应用 借助音乐跟歌曲来推动剧情的那个张力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期待在剧场上 可以感染到一个音乐剧的魅力 台位方面呢很有那种时代感、空间感 然后现在我们还没有走进剧场,我已经可以感觉到了 然后很期待 我跟观众一样期待走进剧场之后所感受到的那个很有气质 就是美感的舞台方面的呈现 谈到演员呢 今年2015年第三度的公演呢 我们在演员临选方面呢也做了很大的功夫 然后排到现在我相当的感到惊喜的是 无论是三位主角 还有演《阳光》、《梦雨》、《王梅》、《阿玲》等的配角呢 非常的用心 然后个人呢都赋予了我在编剧的时候 所塑造角色的那个生命力 那么每一个演员赋予一个角色的那个诠释都会是不同的 所以我也跟观众一样期待 就是在2015年的8月到9月 一起在滨海艺术中心的大剧院 一起来看看新一代的演员如何给予我们这个 大家集体回忆的语迹一番新的生命